今天為大家介紹的一款七彩智能燈泡 本身的智能燈泡就包括一個燈泡 以及這個 remote controller 很簡單,我們可以透過搖满器 去控制它的開關 可以轉藍色,綠色,紅色,白色,橙色 甚至較光暗,都可以的 更暗一點 這個智能燈泡還有一個特別之處 就是配合RM Home 是可以在手機上操控到的 這個是我們手機的Apps E-Control 如果本身有用的話都會熟悉這個版面 可以給大家看到 這個版面其實跟本身的 remote controller 一模一樣 我可以透過這個手機 亦都是令到這個智能燈泡已經上網 可以在這裏操控到的 只會開啟 綠色,紅色,藍色 關上去等等 還有一個不同的地方 跟坊間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其實可以在街外面 即是用3G都可以操控到的 其實這些智能燈泡很多時候 亦都有一些其他選擇 但它們往往只可以在同一個環境 即是在同一個家中 才可以操控得到 因為它們用的不是一個上網技術 是一些其他普通的連接技術 但我們這一隻透過RM Home 之後 它就可以實現到在街外面操控 我現在很簡單 我會關掉Wi-Fi 使用行動網絡 現在大家看到上面這裏是H 即是代表行動網絡 我們現在實現一個在街上操控的情況 可以看到 我可以照開它 照轉綠色 紅色 藍色等等 另外它還有其他幾個特別功能 由於它上了網 它在街上可以操控得到 另外亦都可以配合Apps裡面的一些功能 例如時間制 我每天幾點的時候去開 去轉哪一隻顏色 都可以非常之簡單做得到 而且它比起本身的 本身的remote 就再有些不同的地方 譬如本身的remote 當然它亦都有一些program了 譬如這樣的一個flash 它會不斷轉顏色 藍色、紫色、紅色 大家現在看到的 但是這些顏色 始終都是局限於program了裡面的一個程序 譬如很簡單 其實我是想先轉橙色 之後再轉紅色 而且中間可能隔了 一個要隔三秒 一個要隔五秒 其實這些來講的話 在這個physical的remote上面 是不能做的 但是透過了RM Home之後 我們可以設定了一些program 令到這些東西可以很簡單做得到 例如我這裡設定了一個party模式 我可以給大家看看party模式是怎樣呢 party模式的話 我們先會開著一張燈 然後兩秒之後轉紅色 三秒之後轉藍色 再兩秒之後轉綠色 當然大家可以繼續加進去 很簡單 我現在就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我現在就使用這個party模式 正如剛剛所講 它才會開著一張燈 然後它會轉成紅色 在三秒之後轉藍色 再在兩秒之後轉綠色 這就是使用手機操控的一個最大的分別 跟其他現在正在玩的顏色燈非常不同 而且價錢也非常划算 可以使用手機也能操控得到